衣服都开始按金卖了 在位于武汉市驾案区平和打包场内的一家名为Pop Loop的门店里 消费者可自注视挑选自己心仪的衣物 结算时放入收银台出的白色塑料篮子内 按每公斤300元的价格进行购买 Pop Loop品牌创建人黄志祥说 这种Pillow Sale称重式购买的形式 此前在国外很流行 潮流 新颖的售卖方式更受到当下年轻人的喜爱 他表示 做这样一家线下服装店 是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好的设计师品牌 衣物销量并不好 导致产能过剩 我们就把这些剪裁新颖 设计前卫的设计师品牌衣室购买过来 在线下以年轻人能接受的价格进行售卖 店里陈列的基本是从设计师品牌里买断的孤品或者样品 比如一件风衣原有的品牌售价在700元至800元左右 但是通过称重售卖 价格在312元左右 十分划算 记者还注意到 店内张贴出一张衣物饰品重量参考表 比如牛仔外套是在1公斤左右 一件衬衫在0.5公斤 也就是150元左右 衣物款式新颖 价格适中 加上商家重视私欲社群的运营 使得Pop Loop的顾客复购率很高 在店内刚购买了一袋衣物的消费者说 称重模式对于消费者来说 是一种比较新颖的购物方式 十分值得打卡 自10月15日开业的Pop Loop 每天人流量在200余人左右 黄志祥表示 今年底前 我们还计划开3至4家门店 有邪安方等社区店 也有K11商圈门店 明年 我们计划把设计师品牌 卖到国内或国外其他地方 今年双11 现场商家在论金卖上 也下足了功夫 有商家在工位上贴出低价广告 如9.9元包你买意 还有商家开启论金卖鞋 论金卖羽绒服等 论金卖模式火了 不少商家加入这场价格战 开始论金卖家居服 论金卖羽绒服等 淘宝官方也于11月1日 在淘宝双11服饰会场 特别推出衣服论金卖专场 打出真低价的口号 其中 包括59元750克的家居服 39元500克的袜子 15.9元500克的棉拖鞋 甚至 商家还推出了 多款9.9元1000克的羽绒服 面对如此亲民的专场 不少消费者担心价格如此划算 商家到底赚不赚钱 一位商家主播坦言 很难估算论金卖直播给总体销售额 带来了多少助力 但直播的实时在线人数和互动量 都是平时的好几倍 积攒了不少粉丝 也有商家表示 论金卖几乎没赚到钱 只能说宝本 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博文喜说 在电商直播中 商家通过展示商品的特点 优势和优惠力度 来吸引消费者购买 论金卖的方式 可以吸引消费者眼球 增加购买量 商家在直播中推出论金卖衣服 论金卖鞋子的销售模式 也反映了消费者 更加追求性价比的消费新趋势 博文喜说 对于消费者来说 按金卖的方式 可以让他们更方便的比较不同品牌 不同款式的商品性价比 从而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商品 而对于一些价格敏感型的消费者来说 这种销售模式 可让他们更容易接受高价商品 对于一些需要大量购买同类商品的消费者来说 这种销售模式 可以节省他们的购物时间和精力 至于线下按金销售衣物的门店 是否是一门好生意 博文喜认为 这取决于多种因素 首先 门店选址需要在人流量较大的地方 其次 门店需要保证所销售的衣物质量可靠 款式多样 最后 门店需要做好营销和宣传工作 以扩大品牌知名度来吸引更多的顾客